我今天來住的是以前稱楷樂飯店的亥雅 現在叫做君樂飯店 那我今天住的是豪華客房 所以是有浴缸的 那如果是一般客房呢 就沒有浴缸 這剛剛有的我已經試用了 然後這個是他的茶水兩瓶 然後他的碼頭呢是普通的不是免治的 還有罐洗用品 還有體重肌 然後這個門是可以拉動 如果你在洗澡的時候 有兩個門是可以拉起來的 這是他的 如果常住的人可以自己躺衣服 還有他的拖鞋 然後這個房間 那這是他的Service貝瓶 很難喝的咖啡粉 然後 對這個 公園的茶包 這個是他的冰箱 都沒有東西 都沒有東西 這是他的房間 我今天訂的是 凱樂加入會員 訂日 然後含一些服務費等 是三五 三千八百五十 那我剛才在Google找路的時候呢 看今天的房間好像四千多 那我是透過官網 透過官網 其實比訂房網站還要便宜一點 但是就是要加入會員 我覺得是OK的 房間沒有很大 但是也夠 那如果跟大昌酒的比起來是有小 蠻多的 然後可能信義區本身就 房價也比較高 然後這是一個 雖然今天算來完成我 以前 以前我追星追理查基爾 還追到這邊來 理查基爾還在這邊 當時我不知道他住哪裡 可是我知道他們在這邊宴會 所以我上次來已經很久了 雖然我也是住台北市 雖然我也是住台北市 然後這是樓巷的view 我住在12樓 然後今天是下雨的 今天我生日 所以我來住一個覺得比較豪華的飯店 目前我沒有想下去游泳 因為下雨 我怕感冒 那如果有浴缸 其實自己這樣子泡也很舒服 這飯店應該到20幾樓 可能不同房價就更高了 好啦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謝謝